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二 今天跟昨天的話 今天晚上睡的不是太夠的感覺 現在好像10點多睡 然後就5點多嘛 5點50分 然後鬧鐘是醒了 昨天倒是 就是跟我小孩 然後又洗澡 然後又在幹什麼的 我覺得忙到10點鐘 然後才睡覺 就感覺不是很夠 今天天氣早上 感覺蠻冷的 穿了一件很大的 就是 外套啊 過了 真的很冷 現在 感覺就是要寬多點吧 好像要下雪的一個節奏 比較 比較 比較那個 比較麻煩吧 一般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這邊南方的話是很少會有這種 也不是很少吧 就是大部分天氣都是比較暖和的 突然間就是昨天下了雨 今天天氣也是 比較陰沉 雲都 把整個天空都遮起來了 就是比較陰沉沉的一個 天氣 所以 人可能也會有點 一致教程 但總體來說就是 我目前來說還是不錯的 然後 我也覺得昨天也過得是蠻充實的 幫了家裡 不是幫我 就是 家裡東西我也分擔了不少 然後就覺得 還可以了 啊 就這麼一個感覺 有一種滿足感 啊 然後我 唯一在意的是 就是 啊 我可能要 進行一些類似社交啊 就是要抵抗文言 還是 不接觸啊 這些可能要關聯一下 因為我 這方面我真的是很欠缺 啊 我可能就是 要盡量去抓住一些 啊 機會啊 然後提起勇氣 啊 去 啊 去實行吧 或者去行動吧 這是 啊 有很多因素去阻止我吧 但是我可能要去重複去 複習一些那些攻略啊 或者怎麼 怎麼樣 來 來尋找一個心理上的一個突破 啊 平衡啊 這些都是要 去尋找 其實那些東西我們 我之前也看過 但就可能是太久沒有看 啊 就是 嗯 就是沒有 那個理由沒有那麼 那麼 那麼 讓我變化成一個 一種動力 所以我要去看 然後再去行動 這個是 呃 理論跟行動相結合 一個 呃 一個要私心的東西 我覺得 我生命中 好像就是缺這個東西 不是說 我要幹嘛幹嘛 只是說一個 那性格上你需要 一個吧 一種的東西 就好像缺一個元素啊 缺一個維生素 這樣 呃 這樣才能讓我變成 呃 正常的一個 呃 人格啊 比較健全的 人格 對對對 這樣說 呃 其他的沒什麼 只是想這些 我個人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啊 呃 家庭也比較 趋向也比較 嗯 好的 一個平和的 一個狀態 然後再來說一下 就是國際行事 然後就是 特朗普那邊的 呃 一些 競選啊 昨天是 比較熱鬧的 然後他們都是 呃 帶我參觀 就是 江峰 江峰他 他不是去了 呃 華盛頓DC嗎 然後他 呃 我看了他的一些 就是 介紹華盛頓 然後還有川普大廈 還有就是 FBI吧 好像的大廈 跟那個 川普大廈是對門 對門 呃 對面的 呃 這些東西 呃都覺得蠻有看頭的 就是 那昨天好像也是 呃 一個 對最高法院的 一種不滿的 一種訴訟 呃 也覺得是 呃 人 呃 就是 人潮 呃 人潮洶湧 然後就是 大家都很熱情 呃 是蠻 蠻好的一份 我聽說 大家都是 民眾都很 有時候就是 比較去向一個 比較激進的一個狀態 呃 有時候就是火藥味很動 呃 安提法 呃 然後還來自於 就是 呃 呃 最大的 應該是民兵組織吧 昨天也好像去了 華盛頓 呃 呃 那感覺那邊的話 就是有一種 劍班無章的狀態 呃 今天可能要 看一下 呃 今天可能要 多關注一下 史詩 呃 川普那邊的話 呃 我其實覺得沒有太大的去改變 呃 去改了 呃 他一直就是 呃 一種 就是高壓的 抗打擊能力超強的 所以我對他 是持持持持續的 看好 然後 呃 媒體 呃 也是持持持續的 不斷的去 轟殺他 呃 這麼一個狀態 但是我還是 真心到 呃 1月20號之前 其实他胜算是很大很大 我觉得是 以上就是这些 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感受 或者感想 给大家说出来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